我是Leo嘛,剛都有介紹到,今天人比較少 然後我今天其實主要講的主題比較有趣 因為我覺得這應該是一直以來教練比較沒有提到的主題 就是因為我...就剛結婚啦 然後我們就是會...當然說中文結婚就有很多煩惱的事情 可能需要拍婚紗照啊,然後要找房子要裝潢 然後要找婚宴的場所這樣 所以我在這中間有一些自己的心得 然後就想說用一個有趣的話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訂的主題就是這個啦 就是因為人生有很多轉換的一些階段 那現在有些人在念書 那我們已經過這個階段了,又自己就業,然後成家,然後立業這樣 那我因為之前自己有創業做一些跟自己本業比較相關的事情 然後現在是在做旅遊相關的...就是在旅遊的一個... 就是在旅遊的一個... 那我可以使用電商的平台一個網站 然後... 去做一些經歷 那... 今天我們有提到主要... 主要講的部分就是在... 成家這件事情 那因為我太太在現場很好 對 然後... 所以像剛剛有提到的部分就是拍婚紗 然後還要宴客 還有... 新屋裝潢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明年才要宴客 這件事情還沒發生 所以有很多實際的情況 我們也... 算是插連蛋 插連蛋就是... 那是怎麼做我的一件事 擔心著等 對對對 就是會... 看要等到時間真的發生的時候 再來看看會有什麼實際的情況跟好玩的問題會產生這樣 欸我可以請教一下現場有沒有結婚 還沒齁還沒 想要結婚嗎 想要結婚 好... 那你今天來聽我講這個就對了 好... 所以我們就是開始進入下面的結論 主要就是focus在這三個主題上面 然後...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嘛 就是其他兩個重點比較多可以講 那我現在先會先提到 宴客這件事情 因為呢 宴客的時候你可能 之前你要做一些很多前置準備 主要就是你要訂好一個餐廳 對 你可能要先去把 找了好幾間婚宴廠主 因為現在大家都流行 尤其是在台北很多在婚宴廠主 就是... 像我是台北人 那...像我妹妹他會... 他有一天他就跟我提到說 他想要... 就是以後要辦流水席 我說你怎麼這麼酷的想法 因為他以前大家都... 還有吃過流水席的年代 所以他就覺得說 他那種感覺非常酷 然後我說我一定會支持他 對...你老公不幫你辦 我也會幫你辦 因為我也想要吃流水席 對...可是我想說 我原本自己也有這個想法 可是我想說我老公應該是... 沒辦法直接體驗那麼傳統的 所以不好意思 我就只能... 我們也要去找那婚宴場所 所以這就是我們第一個心得 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你如果覺得說以往都是 我要慢慢看時間 然後挑到好的日子 然後我再來找哪一件我喜歡 然後去試菜去幹嘛幹嘛的 可是你會發現喔 就是... 現在... 我媽媽啊 也不知道很多身邊的朋友告訴我說 你如果要... 你就是... 你要挑日子 連算命 你去問算命是哪一天比較好 他都會告訴你說 你先問餐廳 哪一天可以挑 你再來 再來我再幫你算哪一天比較好 嘿... 阿...最好就是 沒有六日的話 你也要自己... 評估一下 對...有可能... 真的... 好日子 在六日後就不到這樣 阿現在以往 大家大概都是抓半年最少 還要抓到一年 好的餐廳 好的日子 沒有一年以前 你都... 很難定到位 那一天還有兩... 還有兩... 上午... 中午餐跟晚餐 兩場 這樣子 還定不到 所以主要就是 如果你有結婚的打算 一定要先看 好不好 然後看了一個還可以的 日子就趕快去問 有餐廳 先去問 哪一天他還有位子 你可以安排的 這樣 所以 這邊我接下來 我會列一些 譬如說像是 一些那個 因為我們自己是 算... 就不敢說是 創...創業家 這樣好 但是也接觸很多 網路平台也好 或者說 碰到問題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說 可以怎麼去解決 或者是有什麼 可以去調整的地方 那像這個... 這個平台就是 台灣算是非常大的 嗯... 就是說跟婚禮啊 跟結婚啊 拍照啊 這些種種相關的網站 叫做... 那個... 這個叫什麼 Berryway 就是應該是非常... 非常... 非常婚禮 對,非常婚禮 所以他這邊就有列出一些 婚宴的場所 那... 當然你其實在Google 去搜尋婚宴場所 他其實就有很多的資訊 但你沒有辦法比較 那這邊就是你可以做一些 綜合的比較這樣 對 好用嗎? 嗯... 我們自己是沒有 直接用到這樣 我們就是... 因為有前面這個問題 呵呵呵 我媽一直提醒我 說 欸... 那個... 你不要去算命喔 算命... 因為算... 你就沒有... 連時間都沒有喔 所以... 我們就趕快 在我覺得我們 適合的地方 我們就趕快去問 而且其實 問了你也會發現 同樣一個日子 你問... 問三間 就有兩間沒有 對... 那... 大概... 我們就看一看就覺得 欸... 差不多我們就定了 好... 那再來就是... 剛剛有提到這個是... 那個網站會提供的一些 服務 他可能會提供婚宴場所的整理啦 或者是說婚紗店的整理這樣子 好... 那再來呢... 我們接下來就提到說 像我剛剛有講的 那個... 太婚紗 你在... 因為... 你要訂那個婚宴場所 大概就是一年前嘛 可能要趕快決定 你要什麼時候 然後... 再來你半年前 你大概... 就已經... 已經要安排說 要拍婚紗這件事情了 好... 因為那像我跟我太太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 呃... 我們要... 我們辦結婚的流程 比較不一樣 跟在... 如果兩個都在同一個地方 可能你都是... 先安排好這邊 所有的東西 等到夜客完了 然後再照顧好日子去... 結婚登記 那我們因為是身份的問題 我們是... 呃... 兩邊都先完成了登記 那我們現在可以公司... 不辦宴客啊 然後... 拍婚紗照的部分 所以有些東西我們是... 用比較短的時間 大概抓到三到四個月 可是... 其實還是要早一點 因為很多突發狀況 很難不避免 像我們就碰到 我們上禮拜本來要... 拍照 拍婚紗照 可是... 下雨... 下了一整個禮拜 你就沒辦法談 那如果一言再言就很麻煩 而且氣候... 呃... 季節也有關係 夏天拍照很熱 秋天拍照比較舒服 冬天拍照... 也還OK 但是會... 常常下雨啊 有時候去一些地方 一些地方很熱 然後... 我講這個樣子 大家... 好像還沒到數 其實... 就... 沒關係... 大家有個... 有個... 聽過 然後以後你碰到 你覺得... 也可以留我的資訊 這樣... 沒有關係 所以這邊... 第二點我們要提出的就是... 一定要早一點 確認你拍照的等等需求 為什麼... 因為... 總是覺得說... 欸... 我跟買東西一樣 我要... 比好幾間... 混殺店啊... 然後來評估看看哪一間提供給我的價值最好 那... 你就會發現... 現在... 看到傳統的茶店... 包括比如說... 對面那一間... 三層樓的那一種... 他一定是... 走進去... 他就問你說... 欸... 我們有什麼七萬塊七萬塊的寶套 一整套的套圖... 裡面會附還幫你拍照啊... 然後給你禮服啊... 然後... 他裡面還會告訴你說... 欸... 我會幫你洗一個什麼橡粉啊... 然後甚至送你紅花啊... 等等... 然後告訴你說... 這樣一個套圖... 我們是有多少錢的套圖... 多少錢的套圖... 好像在買那個肯德基一樣... 但是... 這裡面到底是不是你要的東西... 你有時候... 你要早點... 有一個想法在... 那再來就是現在因為... 有很多人在這種... 譬如說傳統... 婚紗業者的這種... 表現之下... 覺得說... 有些東西是... 拍照中間會遇到的... 就是說... 痾... 我一開始可能... 訂好了一個寶套... 是多少錢... 我會認為我... 我花的這個預算... 就是都... 都涵瓜在裡面... 可是在我們這樣挑婚紗的時候... 可能他就會告訴你說... 因為這是設計師的款式... 對... 所以要價價... 那... 你這時候就想說... 什麼叫加價... 那... 他會告訴你說... 因為這個禮物怎麼樣... 又怎麼樣... 又怎麼樣... 所以你只好加價... 那... 就是這樣... 你已經繳了第一筆定金... 通常你不會離開了... 所以如果以外要創業... 就是... 想辦法讓人家先繳了前進來... 他就不會走... 這個... 可以... 開玩笑... 但是... 對對對... 那... 所以...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後面衍生出了一些... 很多的附加費用... 所以... 也有人會想說... 欸... 我就找工作室啊... 找攝影師來幫我拍啊... 但是... 像我們自己也是... 我們找了一間攝影工作室來幫我們拍... 那其實... 在我們整個... 執行的過程之中... 我們覺得... 呃... 很順暢的... 是因為他的... 他... 他給我們提供的方式是... 很讓我們覺得... 是舒服的... 對... 他不會是說... 啊... 我包一整到後面... 呃... 有的其實我不是真的有需要... 那... 或者是說... 後面又要加價... 他就是... 一開始直接告訴你... 我就是攝影... 那... 有需要的話... 我們再往上加... 你知道我需要什麼東西... 你要洗相本... 要... 要... 要租用... 解僱的... 會長的禮物... 那... 你再往上... 去... 跟他填購... 對... 你可以自己做選擇... 那... 或者是有些人是用自助婚紗... 可是... 一定要記得... 你自助婚紗要提早... 把你的婚紗準備好... 以免... 像現在很多人在淘寶往上面買婚紗... 我幹嘛... 買來的婚紗... 合不合用... 買好幾次... 說不定... 沒有... 省了你的麻煩... 跟... 就造成了很多問題... 因為衣服... 複合身啊... 什麼的... 然後到時候你還是得去找... 傳統婚紗店... 進去給他包套... 好不好... 所以... 這邊就是... 店...店巡一些東西... 反正每一家店都會告訴你... 覺得這個包套... 有沒有... 告訴你說裡面有... 包套一般多少錢... 一般喔... 一般... 大概價格落在4萬多... 到... 7...8... 9... 10萬多... 都有... 對... 所以我說確認需求... 一定要先確認你的需求... 跟... 所以... 包套的價格... 跟... 這... 右邊這就是我們... 呃... 我們餐... 我們請他幫我們做攝影的... 他可能就是... 他會把... 條件列出來... 我就是... 攝影多少錢... 剩下你要加... 你也可以等到照片拍出來... 你再決定... 有時候照片拍出來... 哇... 我都嚇死了... 那照片... 我看了就不想要... 還要叫我洗出來... 然後你跟他說... 那我不要洗了... 他會說... 欸...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優惠包套送你的... 還好我沒有... 還好我沒有這個... 這個體驗過... 但是多少... 會了解... 因為你跟他們的溝通過程... 就會發現... 好... 那... 再來...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叫做Wedding Day的一個... 平台... 他們... 其實就是... 他們的Slogan就是說... 我的... 我的婚禮我做你... 意思是說... 他們是把一些婚禮的資訊... 跟剛剛的... 非常... 非常婚禮其實是有點像的... 對... 他們是把一些資訊都... 放進去... 但是... 他們會去... 針對一些... 不管溫殺電或什麼... 做一些什麼... 然後他的介面也比較細... 比較適合現在一般人的使用方式... 對...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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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這邊就... 就秀一下... 對... 就是... 呃... 因為這是我... 太太... 我們去... 每一間婚紗店試婚紗的... 啟動的照片... 這次是Final最後的照片... 所以... 不僅是你在... 一開始在做選擇的時候... 可能... 女生自己也很有想法... 然後... 或者是像我... 就是... 就會一直想要做很多功課... 然後去... 演... 去... 找一些... 開始沒有滿意的... 去上網做很多調查... 然後... 太太也很喜歡... 她要試很多件婚紗... 試了滿意... 她告訴你說... 真的包套四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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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頭也很大嘛... 不可以試之前先問嗎... 他們的手法都不是這樣... 進去就先這樣一試衣服... 看東西... 對... 對啊... 這種東西... 人一生一次對不對... 誰照顧... 對... 一定只有一次啦... 一定只有一次... 然後... 對... 所以我說... 太太也滿辛苦的... 因為這個照片一直講... 因為太太真的也滿足... 好... 然後... 今天人比較少... 我就多講一點的話... 因為時間也沒有過... 好... 然後再來... 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 你已經定了一個好日子... 然後... 真的好... 好不容易... 那個... 有婚宴場所... 你滿意的... 然後你也沒試菜... 你覺得也差不多... OK 你就定了... 結果你也... 開始... 安排婚紗... 下兩次雨... 你也拖了兩次時間... 結果你也拍到照片了... 那你差不多... 反正半年... 半年不到之後... 你們可能要... 結完婚... 然後登記完... 可能要... 想要自己兩個人的世界... 要入住新家... 那你可能要找房子啦... 或者是說... 你要... 呃... 看裝潢... 要去找設計師... 我就不找找房子那一段... 那個... 是另外一個... 以後可以慢慢再來談... 因為那個可能是... 有些人會更專業... 反正房仲很多... 對對對... 那... 裝潢這件事情... 我很... 我很榮幸... 因為跟月亮認知... 那他本來就在做... 室內設計的... 對... 那... 他很有熱忱在這一塊... 那他當然... 剛剛有提到... 因為... 月亮就是... 焦點的兩個窗板之一... 那... 他其實... 一直在... 這個... 室內裝潢上面... 他有... 像他現在也... 很希望能夠... 做一些... 跟傳統室內裝潢... 或是... 室內設計不一樣的事情... 可能想成立平台... 或者是他可能想要做一些... 呃... 那種... 譬如說... 一般... 室內設計都會先畫一些... 那種... 平面圖... 或是畫3D圖出來... 他就想要把這些東西給... 製作出來... 然後讓大家能夠更直觀的看到... 設計的崩格... 好... 所以... 但是我們認識他... 就可以相信他嗎? 還好我是認識月亮... 我是請月亮幫我... 可是... 你們可能認識別人... 你也很信任他... 因為他是你同學... 或是他是你... 好朋友的... 好朋友... 可是你真的可以相信他嗎? 對我來講... 很重要就是... 裝潢預算都很不見上他... 因為我們... 也很年輕... 自己創業... 然後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 是不是... 常... 因為通常都會碰到這個問題... 那... 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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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第一點就是... 你一定要跟他們保持... 很頻繁的溝通... 對... 或者是說... 你一定要... 一定要... 有時間環一定要去檢工... 看一下現場施工師傅的素質... 你知道是怎麼樣... 你可以反應給設計師... 因為他那是一環扣一環的... 就是說... 他可能找了... 呃... 設計師會找... 這些木工... 或者說狀況的團隊進來... 水電師傅... 所以你要把每一個環節都能夠顧好... 裡面也說... 欸...設計盒很漂亮... 可是其實裡面... 都是... 材料用的不好... 或者是說... 木工師做很糟糕... 或水電沒有接隊... 嗯... 好... 所以... 這種東西... 埋在牆裡面的... 只要... 封起來了... 你就... 還會挑釁... 很麻煩... 然後再來就是... 你一定要提早跟你的鄰居... 或者是... 管委會會打過招呼... 因為... 通常... 我現在有聽到的都會... 管委會或者是鄰居都會... 多少跟你抗議一下... 對... 即便你有貼布告... 即便你有做一些... 那種... 保護的... 就是說... 那個... 木頭什麼... 綁狀的設施... 你還是要跟他們講一下... 因為像我們自己就碰到說... 我們是在比較高的樓層... 所以我們的那個... 上面會有那個消防的... 管路... 好... 他是因為會要防止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消防... 消防車隊... 沒辦法去... 如果有意外的話... 那... 那個管路... 我們因為想要把... 天花板做得比較上面一點... 所以他... 造成那個... 他那個管路... 我們就是要把它往上一點... 那... 移那個東西... 就跟消防有關... 管委會就會覺得... 這個是有問題的... 他需要你去請消防專業人員來評估... 然後... 呃... 完成了之後... 那... 一般都是裝潢... 你都會規劃一個時間... 最怕就是... delay跟爆預算... 我現在沒有聽到... 沒有人沒有爆預算... 好... 所以這個一定要... 自己要評估... 自己先想過一個range... 我到底要做多少事情... 好... 以免爆了預算... 你會... 會嚇一跳... 對... 我現在的... 夥伴... 就是... Jerry... 他算是我們公司的負責人... 他自己在裝潢的時候... 他從預算300萬... 拉到500萬... 這件事情就是... 你除非... 我...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有些人可能會這樣搞... 因為... 中間遇到很多問題... 他又換過設計師... 換過裝潢團隊... 所以這種... 這種狀況你就一定要... 然後...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們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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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一開始... 哇... 我老爸超厲害的... 他真的是... 什麼都可以去搞... 他自己那時候去畫的設計... 呃... 畫... 畫的平面... 好,然後接下來就很快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現在比較市面上有一些平台 然後它可以有一些 你可以在上面找一些資訊 設計相關的 這個是設計家 然後下一個是591的之前有做了一個裝飽設計 那它上面可能會有一些裝飽師傅啦 或者是有一些設計團隊 那再來就是 這是呼叫師傅 因為這邊其實有蠻多人都認識 它們就是主要是聚集一些狀況師傅 或者是隨便師傅的一個平台 好,然後這是 你可能也要上一些Mobile01去看一下 大家的討論 是不是遇到哪個設計師 或希望錢比較推薦 那是不是中間遇到什麼問題 大家都要做好一些功課 然後這是後來我們的完成品 這樣就是可能 你包含這中間還遇到很多問題 你要去挑家具 然後你要去挑窗簾 然後怎麼去配色 你要跟你的設計師一定要溝通 一定要溝通 好,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這邊的同場家 已經到最後了 你到這個階段好 什麼東西你都弄完了 你真心覺得 我等到我照片出來 然後我宴客完了 然後我就希望可以準備入住 然後來挑家具 那基本上 就會遇到下面那兩個問題 是不是會想說 欸,奇怪 那我如果是去家具街 去文昌街那邊 或者是去 五股什麼家具 展覽館 我是不是沒有 如果沒有帶的設計師 就等著被他們敲符棒 或者是說 你也不知道怎麼去跟他談那個空間 或者是說 就想說 那我們就省一點預算 我們去IKEA去自行組裝 沒問題 也會有一些問題存在 那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我們也有買IKEA的家具 可能你有一些 自己動手組裝 你如果有時間 然後也不怕組裝得太累 就試著玩一玩吧 可是有一些材料的部分是 還是不是那麼好的 就是我們 買了枕頭 跟那個 跟那個什麼 鐵背 其實你 那東西就是 枕頭他就把他捲的一包 那完全就是為了他原送方便 那東西就是 有些東西 有結構性的東西 一被他那樣子調整完之後 那就不能用 說實在 譬如說 枕頭或是窗邊 對 我一開始以為他們只有把枕頭捲成 一個 一個紙桶狀 沒想到他們連床 床墊都捲成一個紙桶狀 超厲害 為了運送方便 好 然後 不一定要選IKEA 還有特利物可以買 特利物可能有一些更細節的東西 或是台灣做的東西 可能也不一定在IKEA買比較便宜 特利物其實比較便宜一點點 好 然後所以 就會看到我們要跑很多很多的地方去 買家具 包含像一二張 等看到我在IKEA 就是共同已經 已經彈了 就是沒辦法 那只是 一開始的階段 你可能想說 跟家裡面怎麼樣去做一個搭配 然後看到一張很棒的那個 沙發我們也不敢帶回家 那張沙發是 一張大碗折要8萬多萬 神經病還蠻 然後 然後 又去看了沙發這樣 然後還要去 可能你要去電信 你就想說 嗯 Postco應該 質量 反正跟外面買起來差不多都是牌子的東西 好 然後 可能還可以 又不喜歡給你推貨 想說 就試看看 你還要去那邊逛 每個賣場都要逛片 然後比較價格 就覺得 這個過程是 蠻 蠻充實的 呵呵呵 蠻充實的 好 那我是王立這樣 然後 自己 做一些創業的事情 這樣 然後我現在在 在旅遊公司 主要就是我們 在做一些商業擴展的部分 現在是我的職務上製作室的部分 然後 我是一個新溫的小綿羊 這樣 好 我是一個新溫的小綿羊 好 然後我的聯絡時間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再跟我們交流 或者聯繫這樣 好 謝謝